Hello加拿大的觀眾你們好 我是蔡師貝 Din姐這個角色 當然對我來說意義非常重大 和應該很深 因為始終是我第一次拍續集的角色 Din姐在三年前 是一個真的 性格 橫衝直撞 很衝動 為了正義不顧一切 然後三年之後 她相對地會比較成熟地處理自己 而很巧妙地 她這個成長 是在我蔡師貝現實人生中的成長 是有少少相似的 我自問在第一次拍《猜我解一》的時候 哪一個性格 和我本身的性格中 有少少可能是為了愛 為了正義 為了朋友 有少少 有少少 那些事情都是為了她們 就可以 OK 就會比較 可能不會思前想像中 充滿少少的性格 但是三年後的蔡師貝 可能成長了少少 相對Din姐也成長了少少 但在法庭要聽的是 所有事情會比較深思熟 然後會想清想錯才去做 張鎮朗這個拍檔 由不認識到現在 大家有一種說不出的默契 是一個非常奇妙的旅程 我很期待下次和她合作 我們的關係究竟是 可以玩到什麼 她呈現到在電視上給大家看 我相信你們都很期待 而我和她就是永遠有一種 玩不完的問題 大家會不停地 把很多心意識出來 這就是我和她開心的處 會想挑戰一下 有些性格和我完全相反的角色 如果我做得到 自己又會有很多成功感 亦都可以覺得 嗯 我喜歡挑戰一些 除了很硬的角色之外 再可以挑戰一些 另外的角色 可能是女生一點 或者是內斂一點 柔弱一點 或者可能 不要經常這麼正能量 悲觀一點點 其實都可以 第一次站上 香港的頒獎大禮台上 是 Din姐在看過一天 然後 第二次就是 Din姐在看過一天的表現 可以獲得 事後這個頒獎 是 特別 有感受 特別感受 因為 是 電視圈裡面 事後 是 一個 很榮幸的獎學 我是覺得 很開心 亦都很擔心 覺得 是 對 這個是 令我 接下來 繼續 加把經的動力 如果我現在這一刻 拿完獎之後 從此 就慢慢 走下 那就是 鼓勵大家 所以 這個獎是 令我 接下來 三字頭開始 一個New Chapter 更加 知道所有事情 都要給 雙倍的努力 加把技 去做 我知道你們今年 都在家休息得很久 是時候 要瘋回 晚上 在母親節的晚上 希望你們Ready 可以和我這個Din姐 一起瘋一下 約定你們 到時見 打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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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開